最近上海的餐饮业尚未恢复堂食 大家都是靠线上线下的外卖为主 所以吃饭是一个大事 不能够堂食的上海人 现在是如何在路边优雅地吃饭的呢 真是各有各招 各有各的办法 在上海白玉兰广场 人们坐在商场的露天台阶上 吃饭喝咖啡 这个椅子还真是蛮漂亮的 坐在上面 可能平时没那么多人去坐 那个椅子真是一个装饰 但现在却发挥大作用了 可以直接坐在椅子上 虽然是在台阶上的 而事实上在上海很多地方的台阶上 已经长满了人 更夸张的是一个树底下 一个树坑里面还埋一个人 很多人就坐在树坑那地方铺个毯子 野外餐食了 好在现在也是特别流行 这个宿营啊 宿营的一些装备都可以拿到公园啊 公共绿地啊 各种地方 然后大家吃的东西都还是挺多的 所以有人说2022年上海夜生活的出门三件套 是酒精口罩和野餐店啊 我们多少年前买的野餐店这一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卷起来很轻也很小啊 但是带出去呢 却是非常的管用了 所以现在不能堂食啊 也开发了这样的一个马路边进行的这个饭食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这个阴漏就简啊 想了很多办法啊 像用纸箱来搭桌子啦 用塑料板凳来做这个凳子啦 还有这个餐饮店呢 也想办法把餐桌啊 散啊 椅子啊 都拿到这个餐户外来啊 让大家还是能够优雅地吃上一顿饭